婚女啊 以后就让你嫂子睡沙发 大房间你来住 妈 这嫂子 该不会生气吧 这个家哪有她说话的份 听我的 你就住大房间 好 妈 你们这是干嘛呀 哎 你回来了正好 你小胡子要养胎 你的房间敞亮 以后啊你就睡沙发 不是 凭什么呀 这是我家 妈 看来你说的话 好像也不是很管用啊 这是我儿子买的房子 我是在通知你 我是在跟你商量 那行 那我也通知您 老猛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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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你呢 哎呀 哎呀好呀 哎呀好呀好 哎呀好呀好呀好呀 哎呀好呀哎呀好呀 你怎么了 哎呀 而且你可笑回来了 哥 忙好心让我在这安心阳台 这个女人他非要干嘛的啊 东北 怎么回事啊 行啊 别演了 妈 你要是再装下去 奥斯卡有后你都能拿了 还有小妹 你这两天不是在我家住的挺舒服的吗 怎么了 你住的不满意啊 那好 行 啊 儿子 你看看你媳妇 当着你的面 他都敢这么跟我说话 今天 你要不跟你妹妹做主 我就跟你没完 哎呀好 都没 都没 要不 你还是给咱妈道歉吧 我夹在中间挺为难的 对不起啊 哎 对不起就算了 你的话可真金贵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这第一呢 你小姑子要养胎 你那个大房间 必须腾出来 给他住 这第二呢 他需要一个保姆 你必须辞掉工作 回家来照顾他 妈 您刚才真的是太过分了 东梅 再怎么说 也是你儿媳妇啊 你让他去照顾香香 这合适吗 再说了 东梅这些年 为咱们这个家 已经付出够多了 他从来没有让你干过 加入活吧 他白天还要辛苦上班 晚上回来 还得给咱们做饭 您不行疼 我心疼 儿子 还得是你牛啊 你刚才说的话 妈差点就信了 哎呀 妈 我跟你说 这女人呢 她就爱听几句好话 不过 妈 你可千万别让她辞职啊 她那工资啊 可是两万呢 她要辞职了 咱们仨呀 都得和西北风 抱我 好啊 你们这么对我是吧 给我等着 我